魔術师精彩的表演 逗得长辈哈哈大笑 这是由龟山区幸福社区发展协会 和玉田基金会合作 在八月份开办三堂银法魔术课程 跳脱以往单一的教学方式 与长辈进行多元互动 有趣的小魔术表演 也让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自己玩起来好像也蛮开心的 但在这个过程才知道 原来魔术是一种障眼法 以前都会觉得说 魔术怎么那么厉害 他们怎么那么厉害 能把这个东西变不见 就很神奇 都没有看到它那个绳子有没有 本来三条等一下变得这么长 等一下变一样长 非常精彩 本次和玉田基金会合作的魔术师 阿凡达在魔术的这项领域 已经钻研超过12年 实际走入社区进行公益活动 也有8年的时间 演出超过200个场次 这次带来的检疫魔术 也特别考量长辈去做设计 希望大家不只看得开心 也玩得尽兴 真正开始从事工业活动之后才发现 其实有很多 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的生活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那我可以贡献我自己的魔术能力 然后让他们的那一天是快乐的 甚至可以忘记不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愿意如果说不跟我的演出行程有卡到的话 我愿意大量的执行 幸福社去发展协会的第一堂魔术课 教会长辈如何用日常生活中的小物变出不一样的惊喜 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能提升长辈的反应力 最重要的是能将学习成果带回家中和家人来一场魔术秀 增进彼此间的情感 记者游家宇桃源报道